三鸿杨说 老百姓有宝贵的东西 尚且要收藏在匣子里 更何况是国君的山川湖海呢 权势和财力必然是在深远的山川之中 不是豪民是不能开发利用这些资源的 过去 盐铁没有国营时 平民中有曲饼 诸侯中有无王留弊 这都是议论盐铁国营时最初的话题 无王垄断了富饶的山林川泽 通过减轻赋税 救济穷古小民的手段 收买人心 以提高个人的威望 个人威望提高了 叛逆中央之心就产生了 不及早杜绝他的根源 考虑其后果 就好像掘开旅梁山 让大水泛滥 所带来的危害必然很大 江太公说 一家害百家 百家害诸侯 诸侯害天下 王法尽之 现在你们把盐铁经营权和利润下放给豪民 废除盐铁国营去资助凶暴强恨的人 顺从他们的贪心 各种邪恶的人聚集在一起 以豪强为中心 结成党羽 这样豪强日益不能被制服 搞兼兵的人做兼犯科的形式 就会发展成为现实了 文学说 人民的财物藏在家里 诸侯的财物藏在分国里 天子把财物藏在四海之内 所以人民把院墙作为藏匿财物的遮蔽物 天子把四海作为收藏东西的香柜 天子到诸侯那里 登上大堂前东面的台阶 诸侯交出开闭国门的钥匙 手盆写着姓名官职的主检册子 站在旁边听后命令 表示不敢以主人自居 所以天子并不积蓄财富 而是藏富于民 远离工商之力而是注重用礼仪来教导百姓 建立了礼仪 百姓就会接受上面的教化 如果这样 就是商汤周五王现在还活着的话 也用不着有什么忧虑 搞工商业 干欧野子那样的事 又怎么会形成监导呢 三环掌握鲁国的政权 六亲分掌晋国大权 并不是因为盐铁私营才产生的 所以最有权势财富的 不在深山湖海之中 而在朝廷 一家亥百家在于祸起萧墙 而不在取病那样的人 桑红阳说 禁止人民自由开发利用山海的资源 人民就没有相互倾压的机会 物价虽有涨跌 但有评价制度加以限制 百姓就不会疑虑国家 国家规定平准法 人人都能满足欲望 即使让儿童到市场上去买东西 也不会受到欺骗 现在你们要废除盐铁国营和平准政策 就会使豪强富商独占山海的财富 独得商业的利益 他们在家中遥控市场 决定市场的买卖 物价高低全凭他们一句话 贵贱没有标准 他们坐收其力 而变得越来越强 这是助长了豪强势力 抑制了弱小力量 把财物藏在强盗手中 如果纵容强的 压之弱的 那么百姓间的平等就消失了 这就好比田中杂草茂盛 而损害五股生长一样 一家亥百家 不是因为曲饼那样的豪强 又是因为谁呢 文学说 深山大海是财物的宝贵源泉 用铁铸造的农具 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工具 农民使用农具 就能消灭农田中的杂草 消灭了杂草就能开垦田地 土地开垦了 就能五股分收 山海被利用 就使老百姓的吃用得到满足 百姓供给充足 国家就会富裕 国家富裕后 再用礼仪来教导百姓 人们在路上行走 就会相互谦让 做工经商也不会相互欺骗 人人怀着敦厚淳朴的感情相处 而没有人相互争理 秦 储 烟旗 土地的生产能力不同 土质的软硬程度不一 因此农具的大小取值 也要随各地的分俗习惯不一样 而有所不同 现在政府硬要把农具统一 就不能使农具适应各地的情况 农民使用起来很不方便 农具使用不方便 农民工作时就疲惫不堪 不能除掉杂草 杂草不除 庄稼不涨 人们生活就会贫困 主沿野铁的地方 大都靠着深山大川 附近有铁矿 木炭 地处偏远而工作艰苦 郡县中服役的人 大都不能忍受这种辛苦 责令用钱雇人代服役 郡县铁官有的安护 征收生铁 而且还压低收购价格 官员们又按照路途的远近 出钱雇佣车和劳力 代为转运盐铁 既麻烦又费钱 弄得百姓苦不堪言 我们只看见一个 官吏伤害千里百姓的事情 没有看到像你说的 伤害百姓的取柄 桑红阳说 前任善水都为盆祖告假回家时 归报说 政府制定了盐铁法令条文 内容非常严明 被政府征用去铸造铁器的人民 穿衣吃饭都由政府供给 政府对他们的待遇很高 因此盐铁国营 并不妨害人民的利益 当然也存在一些贪官污吏 不能执行政府的禁令 因此给人民带来烦扰和痛苦 国家发出法令 要把盐铁国营 不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些利润收入 也是为了促进农业 限制豪强的商业版图 分跨朋党势力 禁止放纵奢侈 杜绝相互兼并的道路 古时候不把名山大泽 分分给诸侯 因为分分给诸侯 他们就会独占这些自然资源 山海的资源 胡泽的物产 都是自然界的宝藏 都应该归少府管理 但是陛下不把这些 当作私有财产 让大司农去管理 以佐助百姓 那些不是耕中的诸侯们 企图霸占山海的资源 以便发家致富 意识和收买百姓 所以要求阻止这些事的议论很多 铁器和兵器对国家有很大的用处 不是以人们私营 过去豪门大户独占山海的利益 采矿野铁铸造铁器 逐海为言 有的豪强大家聚众多达上千人 他们大都聚集那些流放的犯人 这些人背井离乡 丢弃祖坟 依附于豪强 豪强把这些人聚集在深山大泽之中 企图成就监伟之业 结党淫私 为非作歹 祸害无穷啊 现在政府增加取贤人的途径 慎重选择地方官吏 用不着取消盐铁国营 而以此使人民心安 文学说 扇水都尉所汇报的是 当时的权宜之计 不可以长久实行 并传至于后世 这不是盛明国君治理国家 统治人民的方法 诗经上说 这种设计实在可悲啊 既不遵循古人的法事 又不经意远大的计划 只是听从亲信之人的言论 这是诗人粉刺那些不懂王道 又善于弄权牟利的人 汉武帝 郎九仪 平百岳 师履树起 粮食不足 故设立屯田官铸造钱币 让大商人用粮食买官爵 来解决急需的军队供给 现在皇上继承了汉武帝 遗留下来的各种巨大失业 供养着疲劳的百姓 正是需要安抚百姓的时候 你们这些公卿大臣 应该考虑如何安定团结百姓 为国家心力除害 用仁义辅助皇帝 建立宏图大业 民主即位以来 至今已有六年 你们这些公卿 没有请求财态不需要的官员 减少或罢免取巧牟利的人 人民长久以来 寄希望于上层整顿励志 现在皇上宣扬圣德 朝不明光 发文告诉各郡咸良文学 乘官车到京城议论五帝 三王治国之道和六议的教化 讲述安危厉害的关系 皇上的用意是很明显的 现在公卿所辩解的 还没说到皇上所规定的这些内容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 守小节而丢了大体 只顾小力而忘了大力的人 桑红阳说 楼宇之内的烟雀不知天高地厚 井底之蛙不知江海之大 不识大体的人不知道治国的忧虑 尖挑货物的小商贩 不知一顿之富 先帝考虑到外族和我们的利害 了解匈奴百岳的兵力情况 感到敌人兵力弱 我们容易取胜 用小的力量可以取得大的胜利 所以根据这种有利的形式 攻打四方侵扰我们的民族 使汉朝的疆域 伊山临海的地方和长城连接在一起 北过黄河直到匈奴的老家 但五帝的工业没有完成 过去周文王受天命 讨伐崇侯虎 在分地建立国都 周五王继承文王的事业 载着文王的牌位 灭了商朝 深情商咒王 完成了帝王大业 鲁国勇士曹末挟持齐桓公 夺回被齐国侵占的鲁国土地 洗刷了鲁国三次败给齐国的耻辱 管仲辅助齐公子旧时 门受当时世俗的批评 后来辅助齐桓公建立霸主工业 所以志向远大的人 要不计较小的得失 执政用权的人 要远离世俗的偏见 现在官员们考虑的事情 是如何用江太公的计谋 以完成先帝未完成的事业 志在彻底打败匈奴和东北方的外族 活捉匈奴缠鱼 所以没时间考虑 你们这些门外汉的不切实际的空谈 不可能采纳你们这些固执的如生的言论 文学说 烟雀离朝就有被老鹰伤害的担忧 井底之蛙离其居 就有被蛇鼠伤害的忧患 更何况翱翔千里而游四海呢 其祸害必然很大 这就是李斯之所以折异 而赵高坠入深渊的原因 听闻周文王五王受天命 讨伐不义 以安诸侯大夫 不曾听闻像你们这样疲蔽中原 而去争讨一敌的 昔日 秦始皇常举天下之力以征讨胡悦 竭尽天下之才以奋其用 然而终不能完成任务 而百万之师被秦始皇一人所驱使 此天下共闻也 且树战则明劳 久失则兵疲 这就是百姓所疾苦 而我们这样的固执的如生 所担忧的事情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